大家好,我是Cogo,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黑貓信箱想跟大家說一下 到底大家喜歡日本哪一個地方 之前在IG的行動也問過大家 最基本就是大家喜歡櫻花還是楓葉 這個結果是壓倒性地勝出的 大家可能都猜到是哪一個 大家比較喜歡櫻花多一點 也多很多 黑貓自己個人也是喜歡櫻花的 我去日本第一次的時候 其實是先看到楓葉 我覺得蠻漂亮的 但你說是否去到很漂亮呢 又不是去到很漂亮的 但反而去近看一些落葉的時候 就會覺得楓葉的形狀會很漂亮 但一大片的風景相片的時候 對比櫻花是有點失色了一點 然後再去幾次去日本的時候 就特意去櫻花櫃過去 那一片粉紅色海是非常漂亮 非常適合打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日本旅行 而你又是哪一個季節去呢 那我比較推薦大家 如果想拍很漂亮的風景相片的話 就是櫻花櫃去會比較好 如果你去了很多次之後 也可以試試在這個楓葉的季節去 那除了這個天氣之外 那我也要問一下 有其他的朋友仔 到底喜歡日本哪一個地方呢 今天有很多同學說到 是喜歡他的溫泉的 說溫泉也佔很大的比數 那大家有沒有去過日本浸溫泉呢 我自己去過台灣 也去過日本浸溫泉的 那日本呢 我那次去的那個是位於雙巾的 那他呢 除了在這個 房間裡面有這個 溫泉 其實他們有說到 不知道房間那些不是溫泉水 是一些普通的水 那如果你想浸溫泉的話 你就要去公眾的醋塘那裡浸 但是如果你不是日本人這樣游小 就肉白相見的 可能會有點尷尬 那我那次那間的溫泉旅館 它是有一個私人的溫泉 有三個 你不需要去預訂的 只需要下去 看到沒有人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進去用的 那也不用擔心 會不會有很多人的 又或者進去的人 會不會用很久呢 根據黑貓的經驗 因為溫泉不能浸太久 那所以很多人 又去浸了十分鐘左右 就會出來的 那如果大家要去日本浸溫泉 我亦都推薦大家 可以找一些有私人風呂的 那可能就沒那麼尷尬的 然後呢 除了溫泉之外 大家呢 有些人都說 喜歡這個寶可夢的 即是Pokemon 現在叫什麼名字 現在叫做 草蜜小精靈 是嗎 不是啊 我這好像是舊名 那大家 除了這個 Pokemon之後 有沒有喜歡其他 可能是鬼滅之刃 或者One Piece之類 那我覺得 日本在這個東漫文化上 真的做得非常好 那有一個朋友就說 只要是日本的 都喜歡的 這個是完完全全的 蝦日族 我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 可能是八十九十口 那時候是日本文化最流行的年代 很多朋友也是 只要是日本的都喜歡的 甚至乎 就算不是那個年代的朋友 大家看到 香港人這麼喜歡 經常說回鄉 回鄉 而且一開關之後 最多人去的地方就是日本 果然是日本這個地方 就是有光環的 今天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所有日本的東西都喜歡呢 那我自己覺得 去旅行的話 日本真的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但是你說 如果去到工作 那我又不覺得 它有給香港優勝 或者是給香港舒服 因為其實日本也有很多 OT文化 或者是上下關係等等 另外就是我們香港人 做事比較快 但是日本就會很慢 所以這裡也有點不習慣 所以日本也是去旅行 或者可以去留學也不錯 我覺得做學生 應該是說 不論去哪裡做學生 也是這麼開心的 然後下一位朋友 就說 他喜歡這個 壽球花 好像就是最近這個季節 就有些壽球花 那我一次是住 這個西新宿那裡 就在這個路邊 它已經有很多的壽球花 就不用特意去某一個景點 那我那時候 沒有特意 在大概這個季節去日本 那我沒有特意計劃去 WINDOW看壽球花 但是呢 就沿路 偶爾就會看到壽球花 又或者我去江之島 那一次呢 也是有很多的壽球花 那也挺漂亮的 因為我自己就喜歡紫色 那壽球花又紫紫的 那大家可以呢 有空的時候 留意一下 在這個路邊 有沒有這個壽球花 因為呢 日本呢 挺好的地方 就是很普通 在一個城市裡面 大家都可能會看到不同的花 的 然後下一個呢 下一個朋友就說 他除了櫻花 枫葉 雪 也都喜歡的 大家有沒有在日本看過 下雪 那我自己就比較少見一點 因為呢 我去到一些大城市 又或者不是最冷的時候 都遇不上這個下雪的 唯一一次遇到下雪 但是他就 真的剛剛下雪 所以只有很少 但是我又那天要回香港了 所以呢 到現在這麼久以來 都沒見過積雪很厚的樣子 希望接下來有機會可以看到 那如果有去過北海道 可能比較容易遇到雪的朋友 可以分享一下 到底雪是開心的 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還有很開心的呢 還是有些人覺得雪是很麻煩的 因為下雪可能你就要擔傘 還有會濕 又要清理你的雪 要殘雪 路又滑 又很難煞車 那好像有很多不好的問題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個雪 又有什麼意見呢 因為香港我們是不會遇到下雪的 所以我也很希望有一次可以 體驗一下長時期落雪的生活是怎樣 然後下一個 一個朋友呢 他就說喜歡日本的氛圍 日本的氛圍的意思是 街上的那個氛圍 還是文化的那個氛圍 好啦 我這裡當大家去旅行的氛圍 那我自己的感受呢 或者大家可能也有這個感受 就是 去到日本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很舒服 天氣 道路 或者人群 那首先呢 一定是人沒有那麼多 所以路就寬很多 沒有那麼迫 人心情只是舒長一點 還有去到日本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走路都會慢一點 大家有沒有這個習慣呢 在香港呢 不知道為什麼 不趕時間 但也會走得很快 那可能比較局促一點 也有人比較多一點 那天氣方面呢 就是日本是 完成這個香港的 因為香港實在太潮濕了 太濕立了 因為日本就會乾爽很多 那人是真的心情會舒服一點的 所以我猜這裡的氛圍呢 是令到大家 更加喜歡日本的 然後下一個呢 下一個朋友呢 就是喜歡這個時裝 和街上 喜歡這個時裝 和郊外的地方 那日本的時裝 應該大家都不反對的 因為很多朋友都會穿一些日系的服飾 那相對上 台灣呢 我感覺香港 是少一些女孩 只會穿 穿得再日系一點 可能大家都是比較隨意 一些隨意的 可能T恤、短褲 那樣 但是日系的那些 就是 睡花裙 然後就算夏天 都會穿長裙 那樣 那香港就始終是天氣的關係 可能就會少一點 那但是我自己呢 又或者是我身邊認識的人呢 他們本身都很日系的 那如果年輕一點 可能00後 就會比較韓系 那不知道大家又是屬於韓系 還是日系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呢 然後呢 他說這個 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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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反而呢 很多時候都沒有去到 很多時候都是 就去東京這個城市 那裡 就這樣走 那如果大家呢 有什麼好的東京近郊 可以推薦一下 那如果你說 京阪神的話 大家都是去那些地方 尤其是京都 如果你很喜歡大自然的話 那黑貓非常之推薦 大家去京都看看 然後呢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呢 這位朋友呢 就說喜歡日本的小姐姐 是不是現在叫做小姐姐 對 就是喜歡日本的女生 嗯 那我相信呢 很多男孩子呢 都喜歡日本的女生 因為呢 一向都說日本的女生是很溫柔 然後呢 之後又很懂得煮飯 大家看到 他們每一頓都很豐盛 很精緻 很漂亮 那又會做得很好 那些家務 會打理了整個家 對 但是如果大家 娶日本女孩子的時候 就要全部的家用 都給女孩子 那各位男士 又可以嘛 那我自己 因為我是女生 那我就 沒什麼意見 究竟是香港女生好一點 還是日本女生好一點 那我覺得各有一個好處 就是香港就可能是 都做事一點 就是可能老婆會肯跟你一起做事 因為始終結婚 如果不是兩公佈一起做事呢 那相信現在都很難維持這個生活費 對 那 香港的女生可能真的沒有這麼溫柔 但我覺得沒有這麼溫柔的原因 是因為廣東話 因為廣東話一向被人感覺是粗魯一點 那 那 日文呢 就會是很溫柔的 聽下去 就算他罵你 你也會覺得他很溫柔 那個語調 是 日文是完成的 那 所以我覺得這一方面 真的不可以完全怪香港的女生 對 那 也有些 男生可能是比較喜歡香港這些 比較獨立的女性 那也不奇怪 對 但是如果你說喜歡溫柔一點的 這樣 可能就可以選擇這個 日本的小姐姐 那 雖然很多日本的女生結婚之後 都會辭職不做 但近年這個情況也有點轉變 不知道是不是跟香港一樣呢 因為那個人工開始 不是很追得上這個通膨 那所以很多時候日本的女生 都會繼續上班 那如果這裡有日本女朋友 或者日本老婆的觀眾 可以分享一下 告訴我們 啊 究竟跟日本人結婚之後的生活是怎樣呢 啊 又或者如果你是有男朋友 都可以說一下 大家對於這個日本的男生 又有什麼印象呢 我自己呢 對日本男生的印象 不是特別好 也不是特別差的 對啦 我覺得跟香港的男孩 只是差不多 那有時候 甚至乎 可能香港的男孩 會再體貼一點 但是當然 公認呢 就是我問過幾個 朋友仔 大家都覺得 嗯 台灣的男士 可能就會比較體貼一點 不知道各位女生 有什麼想法呢 那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呢 我們要分享大家 喜歡日本的地方 那其實因為有太多的東西 就是說日本這兩個字 那可能今天集呢 就沒有分享到 那如果有機會呢 我們就在不同的集數 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有什麼日本的東西 喜歡啦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有什麼主題想聽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DM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